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四年級的杜潔怡 考上的政治大學,還有成大跟北大的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班 我最後決定要去政治大學的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班 因為我申請到了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的經費 然後老師說有了這個經驗可以在推增的方面有加分的空間 所以就推薦我走推增的這個管道 因為我的科系有一大的就是工作就是往公務人員去 所以我有在準備國家考試 然後剛好國家考試的考科也跟研究所的考科有重疊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部分應該有一些優勢 我覺得在這過程中最難的是面試的部分 因為我們平常也蠻少跟教授有對話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就是找時間就多多詢問系上的教授 老師也都會很慷慨的為你們解答問題 然後在這過程中也可以熟悉如何跟教授應答 我的專題也就是科技部研究計畫 它的研究實現是大概一年左右 然後當初在申請的時候就做每個月的各項安排 然後只要按照那個進程好好的去做的話 還是會有課餘的時間可以去準備備備省資料 我實習的時候主要是在暑假 然後在這個階段呢 是有就晚上的時候可以還是可以利用時間看書 然後一般的課業的話 我的研究計畫是要去做調查訪問 就平日跟要訪問的對象約好時間之後 可以就是回家的時間再做研究資料的整理 然後我的科技部計畫的主題是文官制度的研究 然後研究計畫則是寫三倍券的研究 然後所以在面試當中有教授就是問我為什麼 研究所的研究計畫不繼續研究文官主題 然後我當時的回答是因為我對三倍券的計畫 其實更有興趣 然後而且貴系所有更多的研究資源 可以協助我去做我的研究 然後還有一個小訣竅就是在寫研究計畫的時候 可以盡量都引用自己要推真的那個系所的 教授的文獻或者是他們學校的研究機構的文獻 這樣子可以增加自己上榜的機會 然後當時增戰的老師有教了我一個叫 Smart法則的方式 然後可以來轉型我的自傳和研究計畫 以及面試的時候可以用這個法則來回答 然後這是我蠻意外的收穫 就是我自己在學人力資源管理的時候 有學到這個法則 但是沒有想要可以自己實際的引用在 退真研究所的這個方面 就是在自己大學的四年當中 不要排斥接觸任何新鮮的事物 有任何可以實習的機會 或者是社團活動都積極的去參與 社團活動方面的話 我們淡江大學在社團這部分是必修的學分 所以大家應該都會有一項的社團 然後當然最好還是要當到幹部 這部分會對履歷更加分 然後實習的方面 我在非營利組織的實習是系上的一個選修課程 然後也是我自己去爭取的 我在那個非營利組織就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然後它主要是在監督立法院的委員 還有地方議員他們在工作上的一些環節 然後公部門實習則是教育部的一個專案 這部分是大家都有機會的 然後公部門實習的話 教育部有專門架設了一個叫 Rich求職網站的部分 然後它都是跟公營企業 或者是公部門機關 然後有提供實習的機會 然後因為都是跟政府有關的職缺 所以我覺得不會有任何額外的擔心 然後當然去這些地方實習 也可以有很好的經驗 然後寫在履歷裡面也是很加分的 然後我當時在尋找推薦研究所的補習班 就是先上網 然後就跑出了貴補習班還有另外一間 然後我最後兩間都有去詢問 然後自己得出來的結果是 我覺得征戰補習班 不管是在師資 或者是資源還有顧問的態度 都讓我非常的滿意 所以我選擇了征戰補習班 然後我選擇征戰的原因 就是除了他們是一對一的 顧問式教學以外 還有老師都是實體的面授課程 然後像我比較內向一點 我就可以比較安心 比較勇敢的可以跟老師說我的需求 還有疑問 然後老師也可以就特別針對我個人 做非常多的幫助跟解答 實際上完推薦的課程之後 不管是過程還是結果都非常滿意 在推薦研究所的過程當中 因為畢竟自己缺少了這方面的經驗 難免會有些慌亂跟不知所措 還有對未來的茫然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征戰的顧問跟老師 都給了我很多的協助 然後讓我真的可以很放心的 把自己的一個人生大事交給他們 我在準備被審資料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家的研究所 他們都還是 防照過去的要求 要交紙本的被審資料 所以需要在郵局當天關門之前 就趕著把資料寄出去 然後 雖然我每次都有一點趕著 才完成第一份稿件 然後才交給老師 那老師非常專業的 在短時間之內就幫我完成了 潤稿 跟修飾 讓我可以非常完美的狀態 教出自己的書生資料 在準備面試的過程當中 征戰的補習班有提供 模擬面試的機會 然後因為我比較 內向一點 所以我當時是跟老師拒絕這個 模擬面試的 但是老師就換了一種方式 就比較像是在 簡單的問答 然後讓我比較沒有壓力的 可以去回答老師的提問 然後讓我也可以在面試的過程中 脫穎而出 我會建議學弟妹們在大三生大四的暑假 這段時間就好好思考自己 未來要從事什麼 如果有機會的話 決定要推真 那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準備是最好的 不管有沒有要推真研究所 都可以積極的參加 系內外還有學校提供的各種社團活動 或者是實習的機會 然後在大三的時候 我最推薦學弟妹們 一定要參加科技部的大專生研究計畫 我認為這是我在推真過程中 最幫我加分的一個項目 順利的通過的話 你們也可以在過程中 跟教授有更多的了解 然後當然跟老師搞好關係之後 也可以請他幫忙寫推薦信 在過程當中 難免會有一些壓力跟茫然 我覺得就不要害怕 有什麼困難就可以尋求 征戰老師或者是學校老師的幫忙 老師都會非常樂意地給予協助 在準備書審的過程當中 征戰的顧問他的服務態度都很親切 然後還會適時地叮嚀我 要準時記得完成背繩資料 然後還會提供我一些小技巧 讓我可以更順利地完成我的背繩資料 謝謝征戰老師和顧問的幫助 讓我順利考上政大的研究所 我覺得 scheint已經為了 非常喜歡 我們正在對方 特別心情 我們最下訂的